我竟然出席電子烹飪記者會 透露自己是駝男仔 老公和她都很興奮 雖然她已經唯有三個月的生日 但在飲食方面她自認不聽話 辣的食物都會吃少少 懷孕之後的口味也有些轉變 我不會延伸到今天、明天三餐都是吃辣的食物 但只要保持很低 少少少 你只需要調整食物 不然你不停想著 你試了少少 你會發覺你吃了是不想吃的 真是在你的心裡 口味有沒有轉變 口味又轉變了 因為我現在特別是吃芥蘭菜 芥蘭? 還有牛肉 很多都不知道 我以前都ok的 但現在吃芥蘭 特別是中國的芥蘭 我覺得是吃的很香 味道很過癢 質感全部很柔軟 反而我自己喜歡吃的 韓伯伯伯和薄餅 我吃完就會不舒服 所以都很 I guess it's I listen to your body 我聽自己的身體 他都會是 你不是聽自己的腦 你自己的腦 你會有很多事情想做 其實你的腦會跟你說 你做不做到 還是不應該做 好狼 你會不會做到 好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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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狼